有些人就算成为了一家人,也许永远不同心,就拿我跟婆婆来说,我结婚没多久,婆婆就跟我说想让我明,下的一栋房子的房产证上写上我老公的名字,按理说一家人应该不分什么,但是这件事确实让我挺寒心的,都说,现在这个年代,结婚需要三大件,房子,车上, 存款一样都不能少,但其实对于有些家庭,这样的标准还是很难达到的,我是独生子女,家是市里的,父母都是在职工人,就我一个闺女,从小也比较宠爱,自然我的家庭条件也不算差,我虽然是被父母宠大的,但是并没有养成任性乖张的性格,而且学历不低, 长得也挺好看,以我的能力找一个比我,家庭条件还好的人嫁了是不成问题的,但是我偏偏看中了我的大学同学,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,也许是日久生情的缘故,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,我知道丈夫家是农村的, 家里生活条件一般,但是我是不介意的,因为我觉得丈夫其实很有上进心,也很有责任心,她只是缺乏一个机会,如果给她一个机会,她也可以混得很好,我说服了父母,父母最终同意我嫁过去,还给了我丰厚的嫁妆 在结婚之前,父母就用他们多年的机,去给我在室里面买了一套房子,算是父母给我的结婚礼物,我知道父母很爱我,因为丈夫的家庭原因,结婚的时候,我没有要求多高的彩礼钱,就连我们现在住的房子,都是父母送给我的那一套,而丈夫家那边只是付了一辆车子的首付, 是的,我们结婚后买的车子旗,时还是需要我们自己还贷款,说起来丈夫家那边并没有给我们出多少利,本来这件事我的父母是很不满意的,父母告诉我这样其实是,不重视我这个儿媳妇的表现,但是我当时没有太在意,对我来说,只要丈夫对我好,别的都不重要, 我们有能力过得更好,我也相信丈夫,但是那天我听到婆婆跟我说,既然你都说咱家的闺女了,你们现在住的那房子啊,就应该写着我儿子的名字,好歹我儿子现在是一家之主啊 我听后愣了愣,我没有想到婆婆打的是我房子的主意,我这刚结婚没多久,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用毕生的积蓄给我买的,父母跟我说他们年龄大了,照顾不了我多少年了,趁着他们现在还有能力,给存下一套房子,就是为了如果以后我的婚姻出了点什么问题, 我还有可以生活下去的固定资产,这是父母的心血,我不能白白送给别人,我沉默了一会直接对婆婆说,这房子是我父母给我买的,是我个人财产,加上你儿子的名字 不合适吧,婆婆估计没想到我这么硬的口气,也有点愣,反正我是想清楚了,说什么都不会做傻事的,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和经济独立,这房子说什么我都不会把她白白的让出去,丈夫也不行 积蓬喬勒